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肖战身穿一袭白衣 手中拿着法器 但眼中却涌起泪花 坚定地对女主说 你害了我 也救了我 所有的恩恩怨怨也全部还清了 不亏欠了 在说这句排词的时候 石影眼中的泪掉了下来 看到这个片段后 网友们纷纷表示 自己的心都碎了 正常情况下 一部剧快开播的时候 官方才会进行预热 但玉古瑶现在的情况 与陈香如泄是十分相似 时不时相关的话题 就会登上热搜 看到热搜话题后 部分网友就会认为 这部剧要定当了 但每次点进话题后 都觉得自己被骗了 甚至有网友直接发文表示 骗我可以 注意字数 肖战的粉丝会特意进行解释 希望网友们不要误会 热搜并不是剧方买的营销 这是聊天时 讨论的人数很多 然后 话题就会登上热搜 虽然玉古瑶的相关话题 会经常登上热搜 但都是在中间位置 这才给观众一种快要播出的感觉 但连续看到相关话题后 部分网友却表示 自己失去耐心 各位读者 你们期待玉古瑶吗